美軍撤離了阿富汗 塔利班組織接掌政權 總統蔡英文昨天首度 對阿富汗情勢公開發表了談話 他在民進黨中常會致辭時說 台灣唯一的選項 就是讓自己更強大 自己不作為只依賴別人的保護 並不是我們的選項 而羅志強也接連在臉書發文說 光台灣的疫苗政策 就沒有辦法照你蔡英文所說的 不依賴他人保護自己 到現在台灣所施打的疫苗 大半都是由美國還有日本 送的 羅志強直言蔡英文把兩岸搞得 兵凶戰危凡事都靠美國支持 卻還證證有詞的說指 依賴別人的保護不是我們的選項 民進黨就是可以如此的厚言 自說自話魅於現實 卻連疫苗都買不到 靠美日等國軍政 才能勉強保護民眾健康 蔡英文你到底是哪來的底氣說 能夠依賴別人不是選項 另外羅友志也說了 這蔡英文說這句話根本是廢話 因為從台灣過去 五年來的表現來看 台灣對外的依賴長度 其實很高 不光是國防軍備 還有近兩年的疫苗的採購 對此呢這個趙少康也有話要說 他說民進黨跟側翼 不只不敢講真話 還不准別人講真話 只要別人講真話 就把對方扣上紅帽子 完全是自欺欺人 他也要邀蔡總統進行公開辯論哦 要看看誰的做法 才是真正愛台灣 只依賴別人的保護 不是我們的選項 然後台灣唯一的選項 就是讓自己更強大更團結 更保護自己 通篇都是廢話連篇 嗯 謊話連篇 說謊了 本來就是啊 我不是 對不起 我講這句話的時候 沒有帶著任何的情緒 我只純粹以一個評論員 針對這件事情 我沒有把之前我對反 反對政府 對執政黨的批評 放在情緒裡面 我純粹就這一句話 然後跟 你看最近台灣這五年來的表現 就是一個廢話跟謊話 嗯 很明顯的 學姐你自己看 嗯 他剛剛講說 我們要讓台灣 依賴別人不是唯一的選項 對 可是他所作所為 都是完全在依賴別人 對 我光問一件事情就好 依賴誰 依賴美國跟日本 對 我光問 我先不要講 有關軍事的跟外交的 我光問疫苗就好了 你不是依賴別人嗎 是 現在總共竟然 1045萬劑的疫苗 有將近700萬劑是別人給你的 我們進來的 疫苗裡面 有六成是別人給的 請問這不是依賴 那什麼是依賴 你是依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